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康家的电视机主板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PFC部分 首先这段是220幅输入 这是保险 这是两组共模抗干扰电容 也叫Y电容 这是一个共模抗干扰电杆 插模抗干扰电容 共模抗干扰电杆 插模抗干扰电容 又一个共模抗干扰电杆 很显然它的EMC抗干扰能力很强 220幅电压 直接加到了这四个二级管组成的整流桥上 这个二级管的负级和这个正级接在一起 这个同样是正级和负级接在一起 这就是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这两个二级管的负级接在一起 输出正电压 这两个二级管的负级接在一起 输出负电压 然后通过这个电容滤波 滤波以后呢 通过这个插模抗干扰电杆 然后再经这个电容滤波以后 送到这个PFC电杆的一端 然后PFC电杆的另一端呢 就接到了我们这个PFC功率管的漏极 同时呢 接到了这个PFC整流管的正级 这个电杆呢 这端还有一个电流反馈端 这个电流反馈呢 主要是逐周期限流的 因为我们这个芯片采用的是FN7930 它需要一个逐周期电流检测 反馈绕组一端接地 一端通过线流电阻 接在我们这个FN7930的五角上 进行逐周期电流反馈 这个就是PFC电杆 这个是PFC管理芯片 FN7930 这个是它的PFC功率管 它的型号用的是DK3568 这个是输出的整流二级管 这两个大电容 就是PFC滤波电容 在正常工作的时候 它的输出电压是390V 它的电压高低 是受我们这个电阻控制的 我们看这个位置 接在我们大电容输出的正端 这个位置 然后呢 通过这几个电阻串联以后 通过这两个电阻分压 在这个位置得到一个反馈电压 反馈到我们这个FN7930的一角 进行稳压 改变这几个电阻的组织 就能够改变它的输出电压值 一般呢 为了增大功率 输出的电压呢 一般在390V左右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主控芯片的各引脚功能 一角是稳压引脚 刚才我们说过了 通过PFC输出滤波电容的正极 通过这个磁环电感 反馈回来的电压 经这几个电阻串联 线流 再经这两个电阻分压以后 得到的检测电压 送到这个PFC芯片的一角 进行检测 通过检测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低 控制输出占控比 从而控制输出的 PFC电压高低 它的二角是状态检测引脚 一般呢 在供电脚 接一个上拉电阻 内部呢 是一个开漏输出的功率管 当内部输出占控比达到89%的时候 这个位置输出一个高电位 当输出89%以下的时候 它是低电位 三角是误差放大补偿端 外接一个滤波电容 同时通过一个10K的线流电阻 又接了一个滤波电容对地 总之呢 它是一个稳压补偿 四角电流检测 它呢 是通过一个线流电阻 接到我们功率管的原级 检测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 来控制整个电路的电流 五角是逐周期电流检测 它是通过这个线流电阻 接在PFC电感反馈绕组上 六角就是电源D了 七角是PWM信号输出端 用来驱动我们的长管 它首先是通过一个47欧的电阻线流 以后送到长管的三级 然后呢 与之并联的有一个二级管 这个负级是接我们这个芯片的七角 正级呢 接在我们这端有一个10欧的电阻上 10欧的电阻这端同样是接长管的 是为了给它快速卸放的 另外这个位置有一个10K的电阻 是对地分压的 保证在我们没有PWM信号输出的时候 长管的三级为零伏 八角就是芯片供电了 它的供电是来自于我们开关电源 输出的一个18伏 经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吻压管吻压 再经一个三级管进行吻压以后输出的这个电压 然后通过这个 这个三级管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呢 是一个开关的作用 它是受控于主控的 那么它的极电极就接在了我们这个供电上 这个供电呢 前边用了一个石油的电阻 这个供电的三级管 它是一个PMP型的 极电极呢 接我们这个石油电阻 它的发射极是接在我们这个三级管 发射极出处上 它的机极呢 是通过我们这个位置有限流电阻 接在我们这个光偶上 光偶的另一个引脚 也就是三角是接地的 它的四角是接在我们这个 PMP型三级管 这个限流电阻上的 很显然这个光偶只要导通 那么我们这个三级管 就给我们这个芯片供电 从而使PFC正常工作 如果这个三级管截止 由于PFC芯片没有供电 所以呢 PFC电路停止工作 这是它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